相關的那個畫面我想各位慢慢就熟悉以後 你會發現做表單其實也還不會說很麻煩 你就是我講過嘛 你就是先建一個之後 然後按Ctrl鍵把它往下拖拉 然後距離的話你就調差不多之後 那再去設計就是你這個要輸入的Test Box 那這一題比較特殊的是說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性別 那性別部分呢通常你可以設計成所謂的Combo Bus 可以讓它做成下拉的 可是下拉的話呢 裡面的資料怎麼樣可以在我們 就是說呢這個表單被載入的時候 要把裡面放兩個資料 一個性別的男女 讓他可以用挑的 那用挑的話比較不容易 產生錯誤 也就是以後有些東西 如果是固定的那些範圍 那你可以讓使用者去挑選 那基本上這樣的一個介面做出來 基本上不會太困難 那只是說你要知道說這個表單做出來之後 怎麼呼叫他 你可以再建一個什麼旁邊按鈕 讓他秀出來 或者是說呢 像我剛剛的這個 我剛剛的這個這個部分 其實我有讓他怎麼樣 一啟動的時候 就怎麼樣就啟動起來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 我啟動啟動這個 你會發現我一啟動之後有沒有 他就直接跳出來了 就直接跳出來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當你的Excel被啟動的時候有沒有 直接就把表單跳出來的話 那這樣就不需要還要多一個按鈕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呢 當你的工作表被啟動的時候 那就啟動這個表單的話 實際上你只要在這個你的城市裡面 自動把表單叫出來的話 第一個你要找到什麼 List Workbook 所謂List Workbook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 這個工作部的意思啦 這個工作部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Excel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事件 你就打開它之後的話 這個應該原來是沒有的 打開之後 List Workbook點兩下 那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宣告 這邊有一個 點下去之後 會出現一個Workbook Workbook裡面的話呢 預設值就是什麼 Open 也就是說呢 當Workbook呢 就是工作部被打開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呢 做一件事情就非常簡單 就是把什麼 表單給叫出來 那表單的名稱叫Home對不對 Home點什麼呢 點Show就好了 把那個表單給Show出來 這樣一行 OK就完成 那如果你在Workbook裡面 有一個Open 打開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表單叫出來 OK 那這樣的話就直接跳出來 直接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如果說將來各位在設計 表單設計完就可以這樣來做 好 那再來的話 接下來就說 我們這個表單部分的話呢 各位可以在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 等一下我再把這個檔案給各位好了 然後 這邊一樣的方式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可以在載入表單的時候有沒有 可以把這裡面呢 增加什麼 增加男女的話 那特別注意啊 這邊會有一個 表單要載入的時候 的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的話呢 就是說User Phone Activa 就是說當什麼呢 當這個表單活動的時候呢 那我就在哪裡呢 在這一個 下拉選單裡面呢 Add Item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叫Add Item 然後增加什麼 增加女跟增加一個男 把這裡面的資料呢 把它放到清單裡面去 那這個是當什麼 當這個User Phone 當這個表單被啟動的時候 資料才會放進去 那放進去之後的話呢 再來喔 我們裡面就有資料 那接下來開始計算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喔 跟前一題類似 前一題類似 裡面包括就怎麼樣呢 我們 按下開始計算之後 我要先計算呢 到底現在的比數是不是在 第一比 如果是第一比的話呢 那我們先從第六 第六開始 因為我們這個 給各位的這個檔案 是從這邊開始 第六嘛 它上面的話 有1到5 6的話是我們的標題 那從這邊開始 所以我這邊的話按一下 我從A6當基準 按Ctrl向下 我也可以取得什麼呢 現在的比數 那當我按下計算 寶貝就跳出來之後 其實這邊就有清單 有沒有 然後按一下 比如說名字的話 某某某 然後它的性別 性別是男 然後事故 假設我隨便Key一個數字給他 好等等的 然後這邊應該都要Key數字 然後按開始計算 這邊就有個金額 那一樣的話 會把金額帶過來 那最後也是一樣 按記錄 可以把它寫入到資料庫裡面去 資料庫裡面去 那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也先試試看好了 這邊